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八十集 半神魂 研究之后 白小春不得不放弃了 打算在魂药内融合丹药的想法 虽觉得可惜 但这属于两种不同的体系之药 无法深层次的合二为一 也罢 能融入一些毒气也是好的 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得上 白小春安慰自己一番 继续炼制魂药 毕竟答应了这黑山部落 白小春觉得自己做人光明磊落 说一是一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沉浸在了炼制魂药中 所有魂物都由黑山部落提供 而且这黑山部落已经够可怜的了 白小春有些心软也就没去苛扣太多 数日后 五百分下品魂药就被白小春顺利的炼制出来 看着眼前这些魂药 白小春心满意足 大有一种自己已经很厉害的感觉 就算是短时间回不去城城也没事啊 我有这炼制魂药的本事 在这蛮荒内一样可以横行了 白小春沾沾自喜 感慨之时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 走到哪里都可以吃得开 或许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了吧 白小春深吸口气 闭上眼睛正陶醉时 不由的想到当日迷宫传送中 所有人都被传送出去 神算子宋区赵龙他们应该没事吧 是不是也一样被传送走了 不知道他们几个现在如何了 白小春忽然很期待 能在这蛮荒中与他们相遇 这么一想 他立刻就觉得自己在这蛮荒内不孤独了 畅想一番后 白小春低咳了一声 摸了摸自己脸上的面具 这段日子他还有一个收获 就是发现这面具的掩盖气息的效果 不仅仅是对自己有用 甚至在炼火上也都将那多色火的波动 隐藏得一干二净 哪怕他在这里炼火 外人也都察觉不到 是个好宝贝啊 白小春越发觉得这面具不错 此刻沉下心来不再去想面具的事情 而是拿出储婚塔大量一番 将这五百份下品魂药交给黑山部落后 就算是完成交易了 这里虽还不错 可却不是酒流之地啊 白小春眼中露出沉意 他琢磨着自己一方面要想办法回长城 另一方面则是争取弄到十五色火以上的配方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寻找天人魂了 否则的话自己永远也无法突破金丹踏入原因 都怪那该死的红尘女 一想到将自己弄到如此地步的罪魁祸首 白小春就咬牙切齿 琢磨着自己总有一天要让那红尘女 以及陈河天知道自己的厉害 白小春喃喃低语后 又看向面前的储婚塔 此塔他之前只是临时扫过 没有看得太过具体 此刻魂要练完 他静下心来准备仔细地观察一下 最好能找到此物能储魂的原理 他的神神木然散出 在这储婚塔内仔细地观察 搬上之后也没看出什么端倪之处 这魂塔内有大量的灰色武器 使得白小春的灵石无法穿透太多 一切都是模模糊糊若隐若现 虽然如此 可大致还是能看清 更是明显的感觉到 这储婚塔中 浓郁的岁月之感 这雾气太多了 还不让我看是吧 你这小小魂塔 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塔既属于我了 最好用炼灵之法去荡地一次 不管其内是否藏着别人的印记 都一次性的直接抹去 白小春目光闪动 面具的事情让他对这些别人给予的法宝之物 有了很强的警惕心 此刻虽说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但他还是散出了分身 一方面让分身外出搜集所需冤魂 一方面又下令周一星与李峰 同时还让这黑山部继续送来大量冤魂 数日后 在白小春这三路旗下中 终于又凑齐了一份炼制十一色火的材料 在这一天的黄昏里 他于这洞府内再次炼制十一色火 随着十一色火的出现 白小春没有半点迟疑 用他的硅文锅将这储婚塔 直接列领到了十一次 金光闪耀 储婚塔的颜色彻底改变 不再是灰色 而是如水晶一样 玲珑剔透不说 其上一道金纹 更是散发出阵阵磅礴之力 完全的改变 眼下此塔 就算是那些强大的裂魂师也都心动了 拿着水晶魂塔 白小春美滋滋的将自己的印记烙印在上 感受着那种 与此塔之间明明的不可被割断的联系后 他这才完全放下心来 现在这魂塔就完完全全属于我了 白小春哈哈一笑 灵石再次融入魂塔内 去仔细查看 这一次 他惊喜的发现 塔内的雾气竟然消失了 一切通透 他的灵石在内扫过 将这魂塔看得是清清楚楚 可是就在这时 白小春忽然轻移了一声 神色都严肃起来 目光一闪后 灵石全力展开 大范围的涌入这魂塔内 在这魂塔深处 之前被灰雾遮盖 使得白小春没有看出端倪的地方 此刻在白小春看去时 他竟看到在那里 居然有一道禁制封印 这封印很轻微 若不仔细去看 根本就看不出来 封印 白小春第一个想法 就是黑山部的人找死 这分明是要扛自己的样子呀 可很快 他就觉得不对劲 这禁制封印给他的感觉 似于这魂塔一样 都很古老 沉思片刻后 白小春目光一闪 想要尝试去打开这封印 看看其内到底有什么 可尝试之后却发现 这封印似乎是由死器构成 想要开启 需要庞大的天地灵力冲击才可 而以白小春如今的修为 根本就打不开 有意思啊 这看起来很寻常的储物塔呢 居然存在了这么一个古老的印记 白小春收回神石 摸着下巴 沉思片刻后 忽然目中露出了明亮之毛 想要打开 虚庞大的天地之力冲击 我虽秀为不够 可是 不代表我没有办法呀 小小魂塔 让你看看 你家白大爷的手段 白小春一拍厨物袋 光芒一闪 竟从厨物袋内 直接取出一个大桶 这大桶 足有一人多高 五尺多宽 刚一拿出 就有浓郁的灵力扑面而来 桶内居然装着满满一桶 通天河水 这是当年白小春在逆河宗时 因那面具闹鬼般作乱 吓得他取来 用于浸泡面具之物 后来连他自己也都忘了这件事 此刻 这魂塔需要庞大的天地灵力去冲击 他这才想起 自己厨物袋内 还放着如此宝物 通天河水 在这蛮光内算是稀罕之物 我有这么一大桶 不说最富有 也算是大财主了吧 白小春舔着嘴唇 看着自己的大桶 很是得意 傲然的看了看的水晶魂塔 这么一大桶 里面蕴含的灵力 应该可以冲击这封印了吧 白小春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 恰觉向着那魂塔一指 顿时这魂塔传出西里 将桶内的通天河水 直接吸了小半进去 向着深处的封印 轰然的冲击 整个魂塔猛的颤抖 白小春灵时也随之融入 仔细观察 看到那封印在这通天河水的冲击下 开始出现要碎裂的征兆 可同时 似还要自行愈合之意 白小春立刻掐去加大通天河水 直至将这通天河水抽出大半后 魂塔内的封印 似在这通天河水的灵力下 失去了愈合的能力 正大范围的撕裂 眼看就要崩溃 可是 就在这个时 突然的 从那要崩溃的封印裂缝内 竟有阵阵让白小春灭色 狂变心神症狂 脑海轰鸣的恐怖气息 一丝丝的钻出 这气息 他灵时只是感受了一点点 就全身狂震 就连呼吸都 陡然的急促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这是 这是 白小春尖叫一声 立刻掐绝 阻止那些通天河水的冲击 用了全力将昏塔内的通天河水 全部都抽了回来 好在他动作快 随着昏塔内的通天河水被抽出 那封印才没有继续崩溃 可却失去了恢复之力 保持着一个残破的状态 死 只要再加一把力 就可以将其彻底破除 白小春调整了下呼吸 面色不断变化 他不断吸气 支勾勾地看着眼前的昏塔 眼中露出恐惧 那气息给我的感觉 完全超过了我所遇到的一切天然 与当初在迷宫试炼之地 感受到练临二十一次的树叶 所散发出的气势极为相似 这 这是凌驾天人之人 那 那莫非是 半神 天哪 这里面到底封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镇 elak 明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